我们今天影片后回来带您看 后川普时代还有一个观察的点 除了在国际的进盒之外 是否也有另外一波的军备竞赛开扫成型 回来聊 川普现日之前可以确定的是 他从全球撤军的计划不会改变 尤其从叙利亚北部 定在12月出脚撤军 而后川普时代 全球的军备又开始另外一波的竞争了吗 我们特别列出来 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聊到 普丁生日的时候 俄军就发了一个超音速飞弹 算是帮他庆生 那这个 他的速度15分钟可以从俄国 直接落在美国的本土 拜登现在美国也有 超高音速的滑翔弹头 时速是可以达到5000到6000英里 当然中国大陆也有 也有这个超高音速的巡异飞弹 距离也超过1000公里以上 我想请教一下 黄老师也是国际战略的教授 人家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因为这个超高音速的飞弹 跟传统导弹 插在一个点 现场观众 如果说对于军事跟我一样 概念不会那么高的话 我们用这个图来看 传统的话还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高度 然后到破了大气层之后 过去再下来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就可以被对方的拦截系统给锁定 但是超高音速 这个hypersonic 还不是super sonic 而是hypersonic 它是不需要突破到大气层 做这样的飞行 它可以在这里面 然后轨道没那么规律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是比较难以用传统的拦截系统 将它拦截 而且速度这么快 所以我想问一下黄老师 如果这样的一个中美俄之间 在超高音速的飞弹 不断的相互竞争 达到一个恐怖平衡的情况之下 整个国际的战略思维 会出现什么样的改变 首先是我们的财务 就是以前美国跟苏联 现在跟俄罗斯维持的 最新版的财务 这个财检核武协议 到明年2月5号结束 如果不延长 延长的话可以再加5年 到2026 如果不延长就是明年到期 所以现在的很多试摄 或者是新闻面出来 或者是武器展示 其实在做一个这样子的准备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拜登政府上来 要不要跟俄罗斯继续复谈这个中导条约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要不要拉中华人民共和国进来一起谈 这些东西都是拜登政府 等于是说现在就要开始做很大的战略思考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飞弹几乎拦截不了 现在所有目前的反飞弹系统都拦不住 所以关键在你敢不敢用 还有在什么时机下你要用 因为它用了就会发生效果 我们刚刚讲了 过去的弹道飞弹 它就是弹道算得出来 那么后来像中国大陆的东风26 它是到重返大气层以后 它可以变轨 变幻 它可以变轨 那么现在讲的这个超音速 它是有的是 滑翔是出大气层 马上重返以后就开始在大气层内滑翔 它叫glide 对啊glide 就是滑翔 那这种几乎都挡不住 以前我们在讲北韩的那个 它的核弹 还说要用潜舰到一定的距离之后做发射 好 对那种传统的 带核弹头 对 所以这个完全不用它再直接基座 它的陆地上面发射你也是拦不住 对还 但是目前我们已知已经有试射的 它的距离都还不是洲际的 它的距离还是有限 它的能量有 但是以目前已经试射的 都不是洲际的 美国1600公里 俄罗斯有可能 俄罗斯对 俄罗斯有可能是洲际的 中国大陆的现在数字是1000 它设计是洲际的 但它还没有实际上面 就是我们在电脑运算 我说实际发射的 目前它距离都是非常有限 只是这验证它 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那么到底没有实战的话 我们现在只能用电脑推估 跟一些运算来估计 你刚提到 因为如果是真的都成功 而且能够照电脑模拟出来的 达到那么远的话 那相互保证毁灭的几率很高 就是它相互保证毁灭 对 对不对 就是大陆就可以直接打华盛顿了 对你也挡不住 所以这个思考在军事布局上面 传统武器的布局就稍微变差了 大一点就是它第一个是它快 第二个是它不出大气层 所以它没有出大气层再重返大气层 的这一个距离跟时间的需要的话 就拦截就更难 包括太空武器都不一定拦截得住 好 我给大家看的是南华早报这一个 PO了一张照片 因为超高音速的飞弹技术 就只有中美俄目前有这样的技术跟资金了 那南华早报说 这个超高音速飞弹已经挂在轰6N的飞机上面了 加上东风17 所以请大家郭委员在南海 接下来办法处理这个南海状况的话 解放军对于南海这一块 反美军介入的底气就更加足够了吗 even不用在岛礁上面的一些传统的飞弹 事实上这个它的射程已经到第二岛链了啦 那第二岛链当然大家认为它的效果就是让美国航母不敢靠近 所以 而且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就是它无法防御嘛 那无法防御就是它能不能达到它的战略目标 它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我不让你进来 那请问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对 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互相毁灭就不成立 因为互相毁灭是说我打你首都你也打我首都 那如果它的目的只是不让你进来 那请问美国是战略目标是什么 那美国的战略目标会什么呢 不知道啊 就说你有决心要跟中国打仗吗 那中国只是说 我第一岛链比如说假设啦 比如说我们大概预期未来两年 很有可能中国想要在南海的那个中断 成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嘛 那最近也有很多动作啦 包括西南海域有人就说那个地方是一个深的海域 那可能它也在避免那边有潜艇的布局嘛 所以不断的派反潜机 不断的有时候那个反潜的那个运发反潜机在那边巡 就在收集水文啊地词资料等等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就给人家感觉就是要运作要设立一个防空识别区的部署动作 酝酿一个防空识别区的部署动作 那这个西南海域如果这个地方中国未来的潜艇 可以开始前进到这个地方那坦白说 记住台湾的所有的船它都可以监看 那来往南海的美国所有的船它大概也可以监看 是 这也是为什么美军的侦察机跟反潜机 都来了嘛 一直在往不见靠近最近 然后日本的潜艇也开始往这边移动 我用这个图给大家看更清楚一点好了 我们新闻常报说共机又来到台湾的 西南空的识别区 做扰台对不对 区域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这一块 颜色比较深 深水区 这边比较浅 比较浅的就是大陆棚潜水区 这边的话是太平洋深水区 就是每一次报道新闻就是在这一块会有大陆的飞机出现 还远一点 大家还在远一点 在这边 对 跟站左下角 对对对对 OKOK好 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 最近报道 反正台湾海峡藏不住潜艇 对 可以就这样讲 没错 简单讲大家注意那个来的共机什么飞机呢 之前是 运八电针 或者是轰六 比较多 但最近被报道出来都是运八的 反潜机 是 为什么反潜机 这就有学问 因为刚刚看到一篇军事文章的分析 说大陆有 被拍到他们的093A型的核潜艇 这是目前解放军最强大的攻击型的潜艇 都在海南岛活动比较频繁 那如果运八反潜机再来这边出现的话 它可以把这边的水文资料 就像刚刚郭委员讲的 建立得更完整 这边是以前大陆潜艇能力还不足的时候 很多美国的军舰会在这边活动 所以他就先派这个运八反潜机 更了解当地的状况 接下来下一步可能就是他们的093A型的核潜艇 他如果也能够来这边做一个埋伏的话 就像刚才郭委员讲的 长期监控所有进出的 这个事情就到调了 所以未来美国的潜艇跟中国大陆的潜艇 大概交所区就在这一块了 是吗? 黄老师您看吧 是 我们从这个最近几个月来 尤其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所谓新常态了 几乎一个礼拜最少来五天 所以每次那个共鸡老台不是要老台 他们是要知道这边的状况 他们的潜价要做埋伏 这就是为什么前一阵子东沙 大家讨论很多 其实就是那个关键点 也就是我们讲的巴士海峡到南海 以及巴士海峡到台湾海峡 那个三边汇集的地方 就是很可能水下必争之地或匕首之地 因为不然的话 中国大陆想要出第一岛链 始终会被恶掐在喉言上面 也会说这也是对于台湾潜艇的超前部署 就是台湾潜艇要来做更新 那我们这边 我们是2024 对 我们这边也不太能够 我们都在东海岸这边居多 它如果能够埋伏在这边的话 左银也有很多 基隆也可以 我们浅见 您说IDS我们自治浅见 自治浅见其实还找得很 因为我们就算做出了原型以后 那个它只不过是一个 作为后续研究的一个基础 所以要真正形成战力 要对中国大陆形成很大的威胁 可能2035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我觉得北京现在所有做的是 是针对美军的水下的战力 所以出第一岛链已经是必然要 他们要做的事了 对 只有潜艇的部分 对 因为它不然如果它守不住那一块的话 它就算不要出第一岛链 美国的自由航行 美国的基建频繁地穿越巴士海峡到南海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仅仅是以战略手势来看的话 它互助南海那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刚刚你指的那一个区块 中国大陆必须要非常强的勤收能力来监控 自从这个媒体报说 大陆的093A型核潜舰在海南岛常进出的时候 再搭配上运巴反潜机在第一岛常出现 观众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我们在国防部的例行的记者会上面说明 美军不是在去年开始有一段时间 是每个月都会经台湾海峡这样走吗 一个月一次 但是最近变少了 还是新闻没有报 感觉好像没有固定每个月这样经过海峡的 过去每一个月的经过都不是媒体报导 都是美国海军刻意让大家知道的 所以那并不是说媒体很厉害知道这个消息 其实美军刻意释放的讯息 不过我觉得最近这个次数变少了 我觉得不是跟大陆的行动有关 而是美国内部的混乱自己有关 他到底在交接的时候 他的军事战略的这一个做法 到底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做法 国防部长又换人了一个大清洗 那这个大清洗之下 他的新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新的战术思维是什么 其实还没有出现 所以未来也许拜登上任了之后 确定了之后 我们更清楚知道他的逻辑 因为这一个就是每个月经过一次 而且是敲锣打鼓高调的 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中美贸易开战之后 才发生的事情 而并不是本来就固定性的 所以它本来就是在2018年 开始进入的新常态 那现在这个常态会不会改变 因为拜登的关系而改变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拜登到目前为止 他虽然说他要回到多边主义 这个我们很明确 他要跟世界上面的盟友一起合作 不管欧洲的亚洲的 但问题是多边主义你的目标是什么 就你的政治目标是什么 多边主义还是要有个目标 就我今天多边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我对付气候变迁 那是你一个多边主义的目标 我今天多边主义一个最大的目标 我是要面对疫情 这也是一个多边目标 抑制中国大陆的对外扩张 对 那如果说今天你的目标 是抑制中国大陆的对外目标 对外扩张的话 那你的做法 跟你是要抑制气候变迁 哪一个做优先会不一样 因为如果你要抑制气候变迁 你是必要跟中国合作 可是你如果说今天是气候变迁 优于中国扩张的话 那当然你 大国之间不都是切开来做都没关系吗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全部的切开来 他必须可能有战略上面的目标 尤其是拜登现在 他已经公开说过 他先以内政为优先 内政处理完了之后 他才可能考虑到 外交上面的优先顺序 到目前为止 你所有询问拜登有关于 对于中国的战略目标 到底做法是什么 他没有一次说清楚的 我觉得他自己内部恐怕对于 要采取更严格的做法 还是要采取这个相对比较宽松的做法 他们内部没有定调 因为在政治上面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们没有想清楚 这一点我们等一下还会另外再特别聊一下 因为他们民主党有两个前总统之一 怎么说话 我觉得有个东西是指标 就是昨天赵立坚在反驳的 说你有五眼联盟实验 我要把你戳瞎 就要建立第一舰队 我认为这个是指标性 可是问题是现在川普任内 因为他就认为第七舰队要 防守从日本一路到印度洋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国 还出不了第一岛链的时候 那现在显然第七舰队无法附和那么多工作 所以他就说我要重建第一舰队 那如果拜登 买这个idea 那事情就很大条了 因为这个显然就是专门针对中国 他第一舰队是要在印度洋那边 就从南海到印度洋 他至少可以接